主内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早安 我代表本堂的执事和教会 欢迎大家出席今日的主日崇拜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教训好不好 今天我们有洗礼和会友班 导师是我们的 陈鸿应传道 今天是第四课 主题是徐礼与圣昌 请参与课程的弟兄姐妹们 在主日崇拜后 移步到音乐室上课 还有 这个月的二十七日 我们教会将举行 今年度的第一次的教区会议 将会策划 教会的前年的事工 请大家为教会的牧师 和领袖们祷告 今天我们有新来的朋友 我们 可以请你起立吗 我们要欢迎你 欢迎 那我们也彼此欢迎好不好 彼此温安 现在让我们起立赞美主 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此刻聚集在你宝座前 我们要敬拜赞美你 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 配得我们的赞美 我们呼求你来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看到你的荣光 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窍 知道神你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的心向世界关闭 向神的道敞开 我们愿意专心仰望着你 愿你在今天的敬拜中 得到当得的荣耀 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和良传道所分享的信息 都蒙主约纳 如此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祝福祢 祝福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献上 献上将在美罪楼全都向主献上 让主将四乡 四乡 主的颜点将如春雨江湘 主司的孤如春雨 我在心中赞美欢喜 主司的生命是全面 在我心中赶心火球 让我们张开赞美的空 求其清白的说 主将四乡 在我们之中 让我们献上 献上将在美罪楼全都向主献上 而主将四乡 四乡 主的颜点将如春雨江湘 让我们献上 献上将在美罪楼全都向主献上 让我们献上 四乡 四乡 主的颜点将如春雨江湘 将如春雨江湘 祝得主 你所赐的安典 就好像春雨的降下 感谢你赐我们生命全员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你的荣耀 感谢主 主啊 我有你检查我 我有你认识我 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的力量 成为我的引导 哦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是我 能够尊心你之意 我愿 将你花余生藏在我心 走路上的心 走路上的光 成为我脚前的灯 无助 求你坚固 我心心 我的力量 使我的意 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一耳鸣 是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主要是我的负lli 祿求你坚固 我心心 我的力量 是我对你勇敢向前行 如果知道有时我仍会团阻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的生很确定的勇气 使我感受为你所欺骗的愿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昌现你荣耀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的生能学你的阳性 使我能成为你所欺骗的耳朵 使我的生命能够昌现你勇敢 使我的生命能够昌现你勇敢 亲爱的天父上帝 这首诗歌代表了我们的心里的祷告 主啊 我们需要你 主 我们也感谢你 经过2020年 一个非常辛苦的一年 让我们意识到 其实有生命有健康 不是理所当然的 主 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 为了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也献上感恩 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 一起来敬拜你 因为2020年已告诉我们 这个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主啊 我们知道 新加坡目前疫情的受控制 是因为你的恩典 因为许多的人 他不懈地努力 还有今天 主 我们为这些工作人员 医护人员来献上感恩 主啊 求你亲自的怜悯 保守我们的国家 保守每一个国民 让我们能够 就是在这个疫情 大流行的时候 主啊 我们能够有生命 有气息 能够聚集 能够和家人在一起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主啊 我们也为了 全世界来祷告 因为世界各地 这个疫情仍然在肆虐 主啊 我们需要你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迫切地需要你 因为只有你能够赐给 我们真正的盼望 给我们生命 有意义 有价值 求你亲自保守 在那个抗疫的前线 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主啊 求你赐给他们 从你上坡来的智慧 还有能力 去服侍人群 因为主 我们知道 我们活着 我们有价值 是你的恩典 主 我们献上的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现在要用 主祷文 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来向上帝来祷告 我们一起唱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福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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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送信息 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我们如有地理事 请二赐给我们 灭了我们的家 如同我们灭了人的家 不见我们以前是他 曾求我脱离生涯 因为过度权力 荣耀坚持你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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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 大家请照 现在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做风险 风险箱倒就是在 摆在门口 等散会后 大家记得把我们的风险 换进风险箱里面 或者你会用手机或电脑的话 可以用二维码 配纳或者晚上转站来做奉献 那我们看 以恩典和我们所需要的那一位神 有限的奉献 在你手中被改变成 雇用的恩典 是的 是的 主啊 你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 今天我们愿意向你奉献 不论多少 求主你耶纳 资予我们爱心 和信心 好 将我们能够活出 丰盛的生命 与此来荣耀你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请大家起立 让我们一起唱一颂 把我们的奉献 呈上给主耶稣 赞美真身 欢福之根 地上圣灵 胆赞主恩 天上万举颂 赞主命 赞美神 福神 至圣灵 阿们 地上万举 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上帝 我们能够来到这里 来敬拜祂 这是2021年的第二个主日 大家有没有那种新年的感觉 有些人说还没有了 因为对我来说新年是什么 华人新年 对不对 还有一个月 要准备大扫除 准备买东西 买漂亮的新衣服 有没有 但是对我来说 这是新年了 终于把2020年给送走了 对不对 2020太辛苦 太难过了 我们希望2021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不对 那大家记不记得上个主日 我们的联合崇拜的时候 陈牧师是说的话 他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 他从上帝领受的话语 他觉得说 2020年 大家过得很辛苦 对吧 然后很长那段时间 不能来敬拜上帝 就算来敬拜也要坐得远远的 一米的距离 然后还说 大家不要讲话 崇拜完后回家 回家 对不对 那大家这样的隔离 分开 使到我们的心 彼此好像都疏远了 不只是这样子 连我们跟上帝的心也疏远了 我们在线上看着电脑屏幕崇拜 好像不真实 好像在看电影 那个不关我的事 对不对 然后来到这里才知道 我是在敬拜上帝 大家跟上帝好像疏远了 脱节了 然后陈牧师告诉我们说 2021年 让大家重新地跟上帝连结 再次地跟弟兄姐妹也连结 记得吗 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跟上帝连结 那要跟上帝连结 首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要读经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 为什么要读圣经 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 哎呀 圣经太难了 我读不懂 不要紧 我信就好 我很诚心地相信 甚至说 我每个主日来崇拜 还有呢 我奉献 我帮忙做招待 我帮忙服侍 这就够了呀 我是基督徒 但是 可以不可以 不要每天读圣经 太难了 所以请问 基督徒为什么要读圣经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 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在以前我在宣教的时候 我参加一个教会 是一个很小的教会 然后我在崇拜会完之后 那时候还没有发生疫情 弟兄姐妹可以坐在一起 聊天啊 吃个饭啊 什么的 然后就有几个姐妹 就坐下来聊天 分享 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就说 就分享说 最近她跟丈夫的关系不大好 总觉得很疏远 闹矛盾 心里很难受 然后其他几个姐妹 比较年轻的姐妹 就开始很关心她 就给她一些的 就说 教她该怎么办 说 哎呀我们女人啊 OK 虽然叫一个好老公 但是不要这样子 然后就掉以轻心 第一要好好照顾自己 穿得美美 要打扮 然后这样才能够 那个拴住丈夫的心 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 哦我们女人啊 要做的一首好菜好饭 然后丈夫下班回家 如果吃得美美的 这样的话 丈夫的心就不会跟你疏远了 我坐在那里 听啊听啊听 她觉得 嗯 好像有点不大对 你呢 你觉得怎么样 OK 这个故事我要你想着 哦 刚讲完道的时候 我再问你 好不好 你要记得这个事情 好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基督徒为什么要读圣经 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 取自诗篇第一篇 请大家来听上帝的话 诗篇第一篇 诗篇第一篇说 有福的人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 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 他昼夜莫颂的 也是耶和华的律法 他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接果子 叶子总不枯干 他所做的一切 尽都顺利 恶人却不是这样 他们好像康比 被风吹散 因此 在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在义人的团体中 罪人也是这样 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Amen 这是神的话语 好 我们今天要来思想 这个诗篇 第一篇 第一节 这谁知道 旧约圣经是用什么语文写成的 谁知道 西伯来文 对了 圣经原文是西伯来文 那我们一般 就是华文教会 我们读的是 那个和和本圣经 对不对 那今天 我挑这个诗篇第一篇 我没有选和和本圣经 我选了新一本圣经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原文西伯来文里头 诗篇第一篇的 第一个词 是什么 他说 有福的人 OK 我们和和本圣经呢 因为这个 中国人说话的语序 就把这个有福的人 放在后面 OK 先讲他的那个 就是 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就 这个人就有福了 所以就失去了 那个西伯来原文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就选了新一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福的人 开篇 第一个词 有福的人 这个词很有意思 在西伯来文 这个词是个感叹语 说 哎呀 这个人真有福啊 哎呀 好有福 大大的福气 或者简单来说 这个人好开心啊 Happy is the man 这个人是一个开心的人 有福的人 OK 然后之后他再讲 这个人为什么有福呢 我们来看看 他为什么这么开心 这么有福气 他说 这个有福的人 他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好机 笑人的错位 这是西伯来 那个西伯来语的 那个诗歌的习惯 好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中文诗歌呢 喜欢押韵 对不对 也喜欢那个排比 对不对 像我们中国人知道 对联 不是对对的嘛 对聚 对不对 然后西伯来诗歌 也很喜欢对聚 所以这里对 就是说三个步 看到没有 有三个步 OK 不从 不战 不坐 然后有恶人 有罪人 有好绩效人 有计谋 道路跟座位 这三个是排比的 在这个排比里头 其实这个恶人 罪人 好绩效人 是同一类人 他用三个不同的形容词 来形容他们 所以我们要问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恶人 罪人 好绩效人 他们是谁 如果你要做一个 有福的人 做一个开心的人 你就不能听他们的话嘛 对不对 不能跟他们一样 所以这个恶人 罪人 好绩效人 是谁呢 OK 在圣经里头 OK 特别是诗篇 跟真言书 常常提到 那个恶人 还有义人的那个对比 圣经里头所讲的恶人呢 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种 罪大恶极 大罪人 大坏蛋 不是 当然那个大坏蛋 讲的话 我肯定不会听 对不对 OK 但圣经里头讲的恶人呢 第一 他们是什么 心中没有神的人 心中没有上帝 OK 这个是第一个 心血条件 所以恶人是 心中不敬畏上帝的人 OK 罪人是什么 在行为上 他不走神的路 OK 不照着神的话语 的教导 去生活的 这就属于 所谓的罪人了 然后第三 好绩效人是什么 是那些 他们很轻看上帝 不单是他心中没有神 不单是他的行为上 跟那个神的话语 神的教导不一样 甚至他还很轻看 很轻蔑 上帝 这样的人就属于什么 恶人 那与之对比 相反的 义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义人就是心中有神的人 心中有上帝的人 选择跟从主的人 还有遵从主的人 在圣经里头 特别是诗篇 箴言书说的义人 并不代表说 他是那种道德高尚完美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谁都不是义人了 对不对 也找不到这样的义人 但是我们是心中有神的人 选择跟从神的人 尊从神 尊敬上帝的人 就是义人 好了 然后刚才我们看诗篇第一篇 他就对比 就是这个开心的 有福的人 他不从 那个 恶人的计谋 不战之人的道路 不做 泄满 好绩效人的座位 这里有三个动词 从 站 还有坐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看到这个事 是不一样的 好像是慢慢 他越来越严重的 第一从就是听从 就是说你听这些恶人 他们的那种教导 听他们的那种 给你所提的意见 说哎呀 遇到这个事情 你应该怎么办 他讲 你就听 然后听了之后呢 你就站 跟他们站在他们的路上 就说跟他们走同样一条路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的行为 也跟着他们所说的 照着去做了 站 然后第三 坐是什么意思啊 跟他们坐在一起 就同伙了 就是说 这个已经成为你的习惯了 你跟他们是完全一样了 所以 从听 到 行动 最后成为习惯 慢慢延续下来的 在这里呢 我也说一个见证了 我爸爸感谢上帝 我爸爸七十多岁的时候 我姐姐向他传福音 然后带他去教会 然后我爸爸信耶稣了 我爸爸是八十岁的时候 洗礼的 你看今年他已经八十七了 感谢上帝 可是哦 我爸爸信了耶稣 我妈妈还没信啊 我妈妈就说 孙耶稣 孙耶稣 孙耶稣会陪黑中公超 好 信耶稣了 他脾气还这么坏 OK 但是你要明白 我爸爸六七十年的习惯了 能说改就改吗 很难吧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要改变自己 不要说改变别人了 改变别人是不可能的 你又是要改变你的老公 改变你的太太 你的婚姻就会很多的毛不顿了 我们先改变自己 但是要改变自己 从习惯 是很难改的 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不好 反倒去做 对不对 明明知道该做的 反倒不去做 真是痛苦呀 我又再跟你讲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了 二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离开新加坡 到国外去宣教的时候 我带领一群很年轻的大学生 然后一群一起学习圣经 你看这是在中国 然后慢慢地接触他们学圣经 我就发现一些事情 哎呀 怎么说呢 如果你在中国 你坐公交车 坐巴士 坐巴士 然后我就会听到 前面有个人 他在打电话说 哎呀呀我已经到了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已经到什么什么地方了 但是我看看 明明还没到呢 明明还有很多个战才到那个地方 他就在电话里面 跟那个人说 走发来兜了 走发来兜了 我这根本是睁眼说瞎话嘛 但是在中国 这个是momentine 可以的 然后这群姐妹 刚刚信耶稣的这些女孩 她们当时在学校里面住 学校的讲堂 到了礼拜六晚上 会放电影 一些老电影 放电影 然后就卖票 然后就由学生来检票 就进去看电影了 但是这些学生 很多时候什么 不给钱 因为我认识那个 查票的同学嘛 他放我进去 我就可以免费的 搬六看一场电影了 对不对呀 然后这些女孩还邀请我 哎丽娟你来来来来 跟我们一起去看免费电影吧 但是电影 应该是要给钱的嘞 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那些学生 他们有一门考试 他们叫计算机考试 就是在用电脑来考试的 那是二十多年前 没有手机的时候 但是这个计算机考试的时候 他们就告诉我说 同学啊 别的同学啊 都作弊 老师没有看到吗 就是输入电脑的 大家都在看 看了超啊超 这作品 可是这群 刚刚是耶稣的女孩 跟我一起学习圣经 慢慢慢慢的 他觉得说 好像基督徒好像不应该这样做 基督徒好像不应该说谎 基督徒好像不应该在 考试的时候作弊 可是他们很挣扎 我记得有一次学习圣经的时候 那个姐妹就跟我说 说丽轩老师 那个 我知道基督徒不应该 就是说谎 不应该作弊 可是如果我不作弊 我老老实实回答 他们全都作弊 就我一个不作弊 那我很吃亏你知道吗 对不对 考试成绩很吃亏 在这个时候 你说要怎么去改呢 如果我在那个时候 作为那个老师 批判他们 说不可以这样子 上帝不喜欢这样的行为 骂他 他能改吗 不能 其实我们要改 要从哪里改 不是那个习惯上改 不是行为上改 要从什么 从心想上改 先从这里改 所以我就带他们来学习圣经 认识我们的这位上帝 慢慢地知道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你相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后来 他们就真的能够不作弊 为什么 因为当时这些孩子 考试为什么要作弊 是因为在中国人太多 机会有限 对吧 工作就那几个 但是抢这个工作的人太多了 所以什么 我要争 靠着努力去争 去出头 而且我在竞争 在争的时候 不但我要努力 我还要踩着别人上去的 我才能够抢到那个机会 对不对 这是一般当时的风气 可是当这些姐妹学习圣经 慢慢地了解说 我们的上帝是什么 是掌管一切的主 祂是爱我们的神 祂会为我们预备道路 祂会为我们预留那个机会 我不用去采别的同学 我才能得这个机会 不用的 我只要敬畏上帝 照着祂的教导 做一个正直的人 机会上帝给我预留 工作上帝为我去安排 这样的话 姐妹就能够放心说 我不用在考试上作弊了 你看到没有 要改变她的行为 改变她的习惯 先要从她的思想上改变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了 刚才我跟你讲的 那个第一个故事说什么 那些姐妹说 哎呀 你要酸住丈夫的心啊 要先学会煮菜 是这样的吗 这个是世界上一般人给你的 他这个道理也不是说坏 对不对啊 但是但是夫妻之间什么 就是有种勾心斗角了 对吧 我要用什么办法去抓住你的心 这不能坦诚啦 对不对啊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什么 他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查验和为上帝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一节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有个英国的牧师 他就从那个原文翻译过来 他翻译得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 他说不要让这个世界 把你挤压进入他的母子里头 你看我们做月饼的母子都对 这个世界他拼命挤你 逼着你 要跟他一模一样 他说不要让这个世界 把你挤压成他的母子里头 反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怎么更新呢 读圣经啊 神话语的真理的光照 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样你就能够明白 什么是上帝 善良的 完美 纯全的 是人很喜欢的心意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读圣经呢 你自己想一想哦 好 在这里还继续说什么 他说第二节 我讲了这么久才讲一节哦 OK 第二节说这个有福的人 他是什么 他喜爱耶克华的律法 他昼夜莫颂的 也是耶和华的律法 好 在这里问问大家哦 要举个手的 请问在这里有谁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很喜欢上那个数学课 熏手 算术 谁喜欢数学课的 有没有 诶 有几个 然后有谁在读书的时候 最怕读数学 最讨厌读数学 有没有 诶 也有啊 有几个 你想一想 那你为什么 那个很怕上数学课 不喜欢数学呢 大概 我猜哦 大概是因为 很难 学得不好 听不懂 所以就很怕 就不喜欢了 对不对 那些喜欢的呢 可能就是因为 很容易啊 很好玩啊 很开心啊 我就喜欢了 那基督徒呢 很多基督徒 很怕读圣经 不喜欢读圣经 不是因为圣经不好 是因为他觉得很难 心里有一个障碍 所以他就 不喜欢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在 刚才我所描写的 因为觉得很难 很害怕 所以就不喜欢的话 我给你想个办法 在读圣经 我们要有三个心态 来读圣经 OK 第一个心态 就是说 你读圣经 这个不是作业 不是去学校 OK 考试 不是的 你要用什么心态 读圣经呢 圣经是那至高神 上帝向人说话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说 读圣经的心态就是 好像读皇帝的圣旨一样 大家有没有看古装电视剧 那个宣读皇帝的官员来说 奉天成遇 什么皇帝造约 然后那些人全部都跪下来 听 然后很隆重 很尊敬 对不对 这个不过是世上的王 但是这个圣经是什么 是那天地的主 上帝向人说话 所以我们要读 是要用很敬畏的心来读 敬虔的心来读 不要轻看他 轻蔑他 因为这是上帝向人的宣告 告诉人他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用尊敬的心来读 这是第一个 好像读圣旨一样 就读圣经 第二个 圣经不单单是那至高上帝的 像我们说的话 他也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在向我们说话 主耶稣基督是那位 为我们 愿意牺牲他自己 他爱我们 爱到舍命这个地步的神 对不对 所以读圣经就有读什么 读情书 以前啊 还没到这种玩手机的 高科技 以前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有没有写情书的 有没有 写了之后要等好久 他才能收到 对不对 他寄给你 要等好久才能收到 那个时候 打开那个情书的心情 是怎么样子的 很期待很期待 好 因为它是我所爱的人 跟我说话 因为爱我的人 要向我说话 所以读圣经的时候 要像读情书一样的 那种喜乐 期待 去读 第三呢 圣经不单是那位 至高神 向我们说话 慈爱的耶稣 向我们说 更是那与我们同在的 圣灵法会时 要向我们说话 因为圣灵要开启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看懂这个话 教导我们怎么去生活 所以读圣经就有读什么 读生活指南 你说该怎么做 遇到什么困难 该怎么办 上帝的话语里头 都有教导 所以我们要读这个生活指南 要靠着圣灵的感动和光照来读 就能够有帮助 特别我跟你讲 读真言书是非常好的 但是又有一件事情了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我是那个古老古诈 以前 以前那个电脑 你记得电脑是什么样子的吗 刚开始的时候 电脑是蓝屏的 然后要输入很多的编码 你还记得吗 现在我们觉得说 哇 电脑好聪明哦 按一个键什么东西都出来 对不对 电脑好厉害哦 什么都懂 对不对 其实不是的 我以前学校学习的时候就知道 原来电脑很笨的 它什么都不懂 只是那个程序员 偏了把那个答案 把那个信息全部输入进去 然后你按它才出来 对不对 如果没有东西先进去 是没有东西能够拿出来的 所以其实电脑是很笨的 但是我们的人脑 其实有些时候也像电脑 如果你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 哎呀 怎么办啊 祷告主耶稣啊 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 遇到难题了 可能工作上跟同事的关系啊 或者说跟邻居的关系啊 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走啊 该怎么办 但是你里头 平时没有读圣经 没有东西输进去 你说上帝要跟你说话 他怎么东西可以record出来呢 对不对啊 所以不要等到输到 什么 用时方很少 对不对 等到考试前才说 哎呀 早知道要读 对不对 不可以 要平时天天的累积的读 因为读圣经就好像读生活指南一样 你输进去 输进去了 到需要用的时候 上帝就会感动你 让你想起 你曾经读过的 听过的一篇道 就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看 这个有福的人 很有福气的人 他是喜爱耶和华的地方 然后他昼夜 白天晚上 莫颂 想的 也是耶和华的地方 这样的人 就为有福 OK 而且圣经还去 第三节描写说 他的福气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他所做的一切 尽都顺利 OK 现在我要大家 闭起眼睛 OK 我要你想象一棵 大树 很美的一棵大树 然后这棵树 叶子绿绿的 很漂亮 树上有很多 很美的果实 红红的 可好吃了 然后这棵树呢 它在水旁 它的根很深 很深 弟兄姐妹 神的心意就是要你成为 这样的一棵树 想到没有 OK 今天这篇讲到 就是我要你至少 你回去 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画面 你要做这个有福的人 像这棵树一样 OK 今天是就是2021年的第二个主日 对不对 中国有句话是什么 一日之际在于城 一年之际在于春 在这新的一年里头 大家想一想 OK 你的生活要怎么规划 OK 好像我 我说 我跟我老公说 我们一家人 我们都来减肥吧 因为我们去年2020年 因为阻断受吃嘛 大家都不出门 所以大家都吃得肥肥的 所以都 多了好几斤的肉 所以我们来减肥 所以我就给大家买了这个 记不记 每天 你要设一个目标 你要走多少步 每天晚上就问 你走了几步啊 我走了几步 我们来PKPK一下 但是鼓励大家 积极地去 运动锻炼身体 你呢 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刚才说的计划是什么 运动 健康 减肥 节食 这个是外在的人 但是我们人 分这个肉体 还有什么 我们的灵魂 对不对啊 那你的灵魂也要吃饭 你的灵魂也要锻炼 对不对 然后它的滋养 就从哪里来 就从独圣经里来的 那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你 如果你去照镜子 你看到的是你这个 外在的人 OK 但是你看不到那个 你内在的灵魂 那请问 你外在的人很健康哦 大家都是进行看看的 但是你内在的那个灵魂 它是不是也健康呢 还是你内在的那个灵魂 瘦瘦巴巴的 营养不良的呢 如果你很少有上帝话语的滋养的话 你内在的灵魂 就是瘦瘦巴巴 营养不良 走路 走几步都要喘了 没有力气的 遇到苦难问题来的时候 就容易生病了 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 我要挑战弟兄姐妹 你回去思考一下 OK 你要不要在今年新的一年 立下计划和新制 说今年我要好好读圣经 今年我要像这个有福的人 像这个所有福的人 昼夜白天晚上思想的 也是神的话 我要把我的树根了 深深地扎在神的话里头 因为这样的人是什么 树大根深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 树大根深 是说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就不会倒 有福的人树大根也非常非常的深 他是稳稳当当的做人 还有呢 这个有福的人是什么 绿叶长青 虽然我们头发花白了 但是我们心里是绿叶长青的 活泼有力量的 不要做这样的有福的人 而且这个有福的人是什么 果实累累 我很喜欢诗篇第一篇你说什么 说这种人 他按时候结果着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苦恼 我常常在想 哎呀 我人生已经走到大半了 我有什么成就吗 有什么果实吗 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人的吗 我这个人生有价值吗 当我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诗篇第一篇 他告诉我说 你不用去烦那个果实 你只要扎根 按着神的时候 果实就会结出来 对吧 因为果实不是逼出来的 果实是你有那个生命 自然的能结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过得有价值 能够结出 美美的满满的果实 那你必须先确定 你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的 受到神的话语的天天的滋养 就能够结束这个果实来 好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以前在中国讲道 习惯是讲一个钟头的 在这里只能讲半个钟头 而且还拖得有点长了 我要结束了 所以这个诗篇第一篇 我只能讲什么 三姐 另外三姐 下回分解 好像我里面所讲古 如果知道 第四、第五、第六节 下次来听 好不好 但是我要大家记得 这棵树 树大根生 绿叶长青 果实里面 我挑战你 然后我也会跟郭医生 跟这些 弟兄姐妹谈论 OK 怎么帮助大家 OK 把神的话语 藏在心里 反复思想 我现在有很多的电脑程序啊 APP啊 手机这些东西 我想个办法 怎么帮助大家 我们每天来读圣经 我们反复的思想 没诵神的话语 好不好 OK 所以敬请期待 我们的安排 我们现在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话语 蛮有力量 你的话语 能够苏醒人心 主啊 我们要在2021年 重新地把自己 献上给你 主啊 我们今年要好好地 把握每一个机会 去生活 让我们的生命 活出光彩 但是主啊 我们知道 要活出光彩 要结出果实 我们里面 必须有力量 所以恳求主 你用你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 使我们的灵魂 活泼有力 使我们的灵魂 能够健康成长 让我们能够 荣耀你的名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上帝 今天给我们的信息 话语 树大根深 立业 长青 所实累累 就让我们可以 把我们生命 砸伸在上帝的话语 感谢主 请大家到时来看 这种回应的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宁 eighty snip where 永久 再一次 绝忘 Ky 他孤单不断的追赶着我 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 耶稣 唯有你了解我 忧伤难过 你定恨守 安慰我 拥抱我 他干我眼泪 抑制了我的伤痛 用星星 重新开启我的眼光 原来哭又是 欢笑又是 过去所经历的困难 要让我看到你的心事 学会保留有时 放手有时 我选择相信你美好 不变的应许 耶稣 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 是假的路 你与我 一起走过 你走在我前头 鼓励我 不要退缩 因你在 创世一切 结束了我 原来哭又是 欢笑又是 过去 过去所经历的困难 在这时候 在这时候 总是我 看不透 你必须引领的困难 你必须引领我 折尽风险 光阔之地 你必须引领我 折尽风险 光阔之地 你必须引领我 折尽风险 光阔之地 放手有时 我选择相信你美好 不变的应许 终于学会保留有时 放手有时 我选择相信你美好 不变的应许 我 生命所有都 交托 我生命所有都交托 在你的胜利 我的人 根本就有时 幸运的存在 在我前头 永远的存在 朝年 只能够存在 心所冲销 我们来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我们能够常常把上帝的话语 藏在心里 昼夜思想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 挤进祂的拇指里头 反而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使我们能够明白 上帝那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祝福 Amen